我是你的教練梁卓睿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你們看過上一集居家訓練了沒有 今天我將教大家一套全新的 體能上來說刺激會更明顯的一套居家肌力訓練 我們待會準備五個動作 五個動作當中 我們會訓練到上肢肌群 也就是伏地挺身的動作 還有全身性的波比特的動作 還有三個下肢肌群 包括分腿蹲 側並步的分腿蹲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原地的抬腿跑 五個訓練動作當中 我們都會搭配中間的腳椎 每一次做完30秒之後 我們要跑動移動腳椎 到另外一個方向 到這邊之後 開始下一趟的30秒動作 兩個動作做完再慢慢跑回來 然後開始第二組動作 所以我們待會在五個動作當中 每個動作會有兩個循環 準備開始吧 Let's go 第一個我們做的是分腿蹲 Go 書 日式 大 走 二 走 接下來第二動作 坐伏隱身上肢訓練 坐伏隱身上肢訓練 好 好 沒力了 接下來做特兵部的分腿蹲 進去了 進去 進去 好 好 接下來第四個 波比跳 第四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代推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太敢出運動的話 其實你在家不一定要像這樣有個陽台 你在家裡客廳 也可以簡單設定一個出發跟回來的位置 中間 你就可以包含了這些 簡單的射障礙物 這每個動作之間都可以透過不同的 步伏變化 來讓身體得到妥善的休息 也可以得到不一樣的刺激 那以上今天總共五個動作 其實主要刺激的包含你的上肢 還有全身性的撥比跳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下肢訓練 對於跑者 其實你在這段期間可能不能去 可能是重訓室 可能是戶外訓練的話 其實非常推薦在家 都可以參考我的動作 跟我的休息時間 在你家裡也可以輕鬆的達到 維持興奮耐力刺激的方式 通常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持續一到兩個循環 像我這樣剛剛做完五個動作 兩個循環是一個大循環 休息一段時間 你可以試著嘗試第二組的動作 一樣的訓練刺激再做一次 身體感受都會非常不一樣喔 好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居家訓練的 硬訓練第二集啦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也歡迎大家跟我留言分享 你們在家都做什麼樣的訓練刺激 來維持你們的肌肉跟體能呢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這邊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喔 幹 差點把他壓壞 怎麼還在錄我不行了 第二組 你們試試看就好 我先做一組就好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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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邊做邊教學太累太喘了 唉 唉